我们大家一起合讲 我们在藏佛之音上升 离尽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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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题目 这一个常修班 这是短短七天 每一天我都邀请你们 八观宅节 所以这个八观宅节是非常好的 因为八观宅节会死你 非常地清静 这样你的心中不会有太多的预念 如果你心中有太多的预念的话 心就被欲望所缠住 你要想习一段病堂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有了八界的基础 这些字画是阿罗汉正等正觉 你就会非常快的达到定 我都说你小心你要学 你要靠智慧 而智慧是要建立在定的基础上 而定是必须要建立在戒的基础上 如果你只是守五戒 你要得到病的话 很难 你只要看你们这一次 你们来的 那些跟我来的 一起出家的 他的心有乱了 东西不见了 不知道了 东西都跑掉了 去到沈阳了都还不知道 但每一天 自己的心 不管在做什么 处理自己心中里面 他都乱了 乱的没有 那么一下子又不小心就放戒 一下子又不小心就放戒 一放戒就跑来告诉我 师父我放戒 你们放戒的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定 心中这里没有定 心中没有那个定的力 你没有定的根 因为你没有培养其他的定的力量 所以因此你的心就非常的乱 非常的乱 非常的乱 那么你就会无事乱想 乱说话 做错事情 那这个很沉绵 非常广 那这个很沉绵 那是在这里面发生的 那你回家的时候 你自己生活之中 一直在发生过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戒修好 你不能够培养其病 那你又如何能够把自己的苦 解除呢 没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苦 胜天的苦心的苦 但是很多人没有认识这一点 他根本不认识 那又如何能够去做第二个步骤 集体呢 集体就是要找苦的原因 苦的原因 苦的原因是指什么 苦的原因我们都是 把我们的手指向外头指 我们不把手指向内指 指自己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太乱 所以我们不懂得 怎样出于苦罪 我们一直在制造苦 一直给自己添加苦 所以这就是苦的原因 苦的原因根本就是无名 根据十二元起来说 无名是根本 无名如果你看下去 它另外还有一个爱 陆入远处处渊受远爱 它另外还有一个爱 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那个就是无名 一刻就是爱 因为爱也把它即使成制作 能够制作于它 所以我们才有爱 爱爱的话 我们制作的话 我们就放不下 我们一路上坐着车子 来的时候 一路在看风景 心中很喜欢 师父带到我这么好的地方 就像心境一样 结果他的心 乱了来就乱了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 是在什么地方 在做些什么 他以为是来 随着师父去理屋 我不是带你们来理屋 我不是带你们来理屋 我是带你们来训屋 我也不是来保留屋 我不是跟你们安排理屋 节目 我不是做这个工作 我的工作是教你怎么学 所以你直接要一直提醒 你是来跟我训屋的 知道吗 你们来参加八戒 你们全部的地方来 打假期 花了很多气力 出钱 对不对 费了很多时间 来到这里 我们要休息 不要乱七八糟 不要乱说话 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子都是给你们心乱 你一直要约束自己 约束自己 约束了七天 一下子就过了 今天已经第二天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如果这几天 你不能够把心约束下来的话 你怎样修呢 你要问自己 你又怎么能够找到苦的原因 你的爱 和你心中的无名 很难的 这个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来修 几十年都不够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苦的念 如果我们能够把心中的烦导灭除 我不是解释吗 无论我如果拿一杯水 从河里面拿水来 拨了一杯的 里面有沙泥 你不要去嚼它 你让那水沉淀沉淀 就是修定静静的 心中的念头很多 你不要理它 你给它的念头一个个沉淀沉淀沉淀 然后最后你心就会清下去 你的心清的时候就记得到 你记得到自己心中的办法 原来有这么严重的办法 有这么严重的这种办法 你会看到它 你看到它的话 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对付 你可以为我教你 然后你就能够正义 你把烦导断的话就能够正义 那么第四个步骤是苦灭道题 苦灭道是发生道 我们来这里 守戒 修定 修会 就是发生道 发生道简单的说 正义 正业 正命是戒 正念 正定是定 正见 正思维是会 那么剩下一个正经经 正经经是惯灯 戒 定 会 都要说 这样的话你的心就会慢慢受到调伏 你的身与力的行为受到调伏 你的心就会安定下来 有了安定的心 你在精心之中就能够看到真相 你就能看到不是左脚右脚在中 而是皮肉镜骨在中 你如果心更细开的话 你又可以看到更好的真相 那就是看到 它是火风使到脚上升 异水使到脚下降 放下去 之后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真相的时候 就抛了圣戒 就会为真出国 修阿满面也是这样 修阿满面你跟着路息 路息 出息 路息 然后你再看到长短息 长短息的时候 你一直在注意路息是长还是出息长 哦 路息是短 出息长 哦 路息长 出息是短 你这样分辨了 分辨的结果 然后你的心就能够知道我的心更细 再来你就跟着路息全出息 整个的路息出息 所以在全息 然后你就数它 如果有杂念再重头再数 一直重复 来了一个杂念再重头数 再来一个杂念再重头数 你一直跟他争一阵找 跟他拼 对不对 跟他战斗 然后最后你的心就被调伏 哎呀 我很累了 怎么这么多念头 然后最后 你控制好的心 最后从一组到五组 你数到四十九来一个杂念 还是要再重头再数 你一直跟自己调伏 调伏这个心的话 最后心给你调伏 按定下来 你就能够进入病 按发念能够进入很深的病 可以进到四场病 而且能够很容易进去 而且能够很容易进去 所以 你碰不见了修行 调伏自己的 借手好 调伏自己的心 然后当你在做 精神 在做按发念的时候 你就能够关照了 你关照了 我发现了 原来这个身体是依靠呼吸而生存 没有得呼吸 身体就死了 哎呀 原来身体就死了 就证过了 你这样明白那身体 不是我的那一刻就证过了 就证出我了 这个需要自己修的 不是思维的 你思维的话 那种是想的 那种不是叫做自间 也不是说 修行 修行的两个不处 一个是道 一种是叫做过 如果你 你只是通过思维 得到那种一般的知识 就像看书院 书闻的知识 但是如果你修 更认真的修好 就算看书也是属于道 听法也是属于道 自己的思维也是属于道 但是你自己思维之后 最后你的思念 就会全部停下来 你直接见到真相的时候 那就是属于道 而自己见到真相 那不是靠思维的 就是那心非常清的时候 一下子让你知道真相 让真相明白 身体不是我 身体不是我的那一刻 就是我 好 现在我们提示完 外道跟佛教的差别 我们又提示了界定会 现在我们去提示 真正的 为什么我们要很用心的来修 八观再结 八观再结是给大家修的 凡心的最后方法 凡心是指什么 不杀不道不赢 是者凡心 而八观再结里面 这三个东西 五界不是凡心 五界是不杀不道 邪淫 不行 可以有正义 这就是他差别 那就是 如果你是有夫妇的家里 那你回到家里 你还可以去做你的夫妇的正义 那没有问题 我都不禁止我们家中 但是对于出家中来讲 从十戒以上 就不能够读 如果你出家中 也就是个 那也很必穿夹杀 你根本不是凡心 他只是去试验 披个夹杀 我会贴了 但是做人只做医事而已 他也从五界 也从八界 他只是一个医事而已 他根本没有资格 一个床八界 他与怎么能够披加 撒打十戒 两百五十戒 都有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 因为他不是在修法心 他是当作一份工作来做 他是守住那个庙 把那个庙守住 把那个庙整理得干干净净 漂亮的那样 这些都不是修行 修行跟那个庙没有关系 修行跟佛像也没关系 修行是在去自己 外头怎么样是外头的自己 跟你自己的修行也没关系 你去什么庙都一样 对不对 最久经常在凡心 你自己要认识那个凡心的意思 八条线就是关闭我们的六个根本 而乍越神最重要是指过我不死 因为过我不死是欲望的 你的欲望能够调补 你如果不我不死的话 肚子会饿 肚子饿回去就想 哎呀我身体饿了 胃溃疡了 冲动了怎么办 你就开始很安心了 你就不能够破身戒 你就认为身体很重要 你就不会破身戒 不是说不要去医好那个胃溃疡 胃溃疡还是要医的 解决的方法就是喝开水 如果你肚子饿不开水 就记得温的开水 不是人的开水 好 戒类是给你们万二修善 是一种真善戒 五戒之上的真善 多三条灵戒 这五戒里面五条 不杀 不道 不淫 不万 或多戒 就是基本戒 很重要的戒 一定要说 那么后面三条 不五不时 不歌五夜不相浪 是不做最高反常 那是处于学戒 你要学戒 它控制自己的感光 不要去弹琴食物 不要去听歌 去看戏 你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你控制得好自己的欲望 你真善 你调破了欲 你觉得不真善 真善 你记得继续得好 心就非常安乐 现在心持就快得到病 他的目的是怎样 所以在一日一夜之中 八戒是一日一夜的 不是说 你拿了一次你就给一次手 没有这一品事 为什么有些人误解成 拿了一次八戒就给一个星期休 没有这一品事 这是错误的想法 八戒一开始 我定这条戒的时候 只是给家家人 在一天一夜去到四月里面去 就一天一夜 最后就回家 但因为我们是长修班 所以就天天要拿 天天拿就帮助你 这个修行 能够很快在这一星期之内 有成绩 得到一些好的成绩 你懂了方法之后 你回家就懂怎么去 而这八戒一般 剩下六个早日 就是初八十四十五 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 小月 大月就是二十九三十 来守 那么如果要在平常日子守 也可以 一般上如果有师父传授 那就把这些传给你 如果没有师父传授 你们自己要守 就在家里自己 在活向前自己 他的内容已经解释了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笔区 你找月沙米也可以 如果沙米认为他自己 借亲近可以传授给你 他也可以 因为他只多了一条街 就是不能金钱 如果沙米拿了金钱的话 他要给人家传街的话 他没有资格传 你明白吗 因为他已经手拿钱了 他已经没有在那条街了 手已经空了钱 那个街就破了 就没有他在那条街了 那你剩下八戒 跟在家居是一样的 因为沙米的记事 不杀、不道、不淫、不妄、不妄、不喝酒 不唱歌、跳舞、听音乐 第七是不看C剧 所以是把它分开两条 第八就是不看C剧 第九就是不做水光管车 在家人的八戒 也就是跟这个酒瓢一样 跟出家的酒瓢一样 这一条 他们比多一条 就是不得动钱 你们在家居是很得动钱 那边有个小店在上面卖东西 我们可以去买 他们不可以买 我们不可以自己去买 不可以去拿钱去买 我们要买东西 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去找近人 我需要厕所吃 我需要什么东西 他们就会给你去买 而且我需要以他高 我们不需要 我们这个东西太多了 用不完 只要你好好守住 那些居士很愿意抗凉 结果我们的牙膏 牙刷、牙刷、厕所 只是用不完的 架杀也是用不完的 天天都有人送新枕头 送新的背 你知道吗 只能用不完这些东西 反共一环 但是有个赤鱼的猪就是主要在学习而已 他调到这个欲望 但是如果撒民一斗的钱的话 他的借就是赛 在家家的借是一样 他就不会没有资格给人家借了 那么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拿去 不一定是一定要念巴黎文 这个我看 我们汉人来讲 一般上的语言这一点 他是现在一些麻传的 师父就很难 也不可以说他们自作 他们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他们认为一定要用巴黎文来传结 意思你明白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你要跟着我念 巴南地巴大维也让阿尼塞卡巴当 沙马比亚 我这样念什么 你也不知道 这个就是叫你不杀身 我愿意学习受死的杀身 但如果我这样念 你也不懂我这样念什么 你念的话也不准 结果你也没有拿到这里的怀疑 我以为我也没有拿到戒 是哪一条戒 那不是更加混乱 我觉得也不一样 并不是我未免巴黎文的回 但是我在传戒的时候 我一般是用汉语来传 你们直接就懂 他的戒的意思 应该说什么戒 我就不用在台北周章来跟你解释 一个个跟你巴黎文解释 他太辛苦了 但是你跪了学了一段认识 你愿意出家 他只愿意好好用心去学巴黎文 你再学你的词 对吧 如果你看这张论文法 巴黎文的意思是怎么样 但是再来学你的词 八观在这地方上来说 有三种 一种这种木油渣 木油渣一直一直黏 他的主人把它绑在外头 前面放一堆草 知道吗 你愿意的工作是做什么 耕田 这些春天来了 对不对 雪油化了 对不对 他的工作就是耕田 结果他留在家吃草 他没有想 等一下主人可能要拉我去田地里面耕田 他就一边在吃草 一边在想 这个草太黄了 为什么不给我一点青草吃呢 你们在想什么东西 你们在心中是什么东西 欲望 如果我们来修八观在这 我们一定在想 哦 在他的食物这么差 怎么没有好吃的菜 怎么我喜欢吃的那个豆苗没有 怎么小百菜没有 怎么没有豆腐 你就是在做做木油八观灾 知道吗 你的心中是在想炒这个事情 而不是在忍修行的事情 所以叫木油八观灾 第二种是泥乾灾 就是启纳教的那些信徒 在异徒现在还很多家 启纳教 他们是吃草的 他们很自作吃草 而我们汉床佛教都也是这样 我们很自作于吃草 我们认为吃草是修行 吃草不是修行 你们不要找错 因为我们是脱禍 脱禍就是修缘 师父给什么 我们去吃什么 如果师父给我鸡肉 给我鱼 我当然吃啊 我只要知道他没有啥就可以了 所以有没有说要吃素 这个问题 没有 这个吃素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生气 这个吃素 我们到汉床来 是因为汉 梁武帝 下了一道照例 规定 你们全部和上要吃素 他说 郑也吃素 他自己也吃素了 王帝也吃素 他披上加上 他也出家 他也吃素 来 全部和上 孤全都吃素 是这样开始的 他也吃素 在梁武帝之间 没有吃素 龟的也有吃素 一般上那时候 四面都在城市里面 也是去脱禍的 现在你看都没有脱禍 暗地 暗地也没有脱禍 所以甚至脱禍的 只剩下的南床国家还在做而已 在新加坡要是去破破的话 警察把你抓起来 为什么 因为当时有很多甲和尚 他把你当成甲和尚 把你抓起来 那你看 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是不是 越来越变成了 尼浅呢 尼浅只是 从尼浅只是一个 他的那个 启纳教的一个 那时候的 他当时的一个教主 他一直找佛陀来辩论 知道吗 他都变输去 结果他 无可奈何之下 派了自己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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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教导我教些什么 你去学 学好了回来告诉我 结果呢 他的徒弟 跑到佛陀那边 去学法的时候 他在那边偷学 学得很好 然后就问 你们是阿罗哈吗 是 他说 这样有没有定 没有定 没有定 怎么是阿罗哈 他就有这个疑问 他就问佛 我问他们 是不是阿罗哈 他说是阿罗哈 然后我问他是 他说有没有定 他们说他没有 没有市场把定 这样 怎么搞的 佛陀就说 他们是法柱子 懂不懂 他是所谓贵解祸 还不是所谓拒解祸 阿罗哈 他就明白了 他明白的时候 他当然见法了 他正出国了 他见法的时候 他明白 他的来这边到法是错误的 他就跟佛陀跪下去 跟佛唱给佛 对不起 我是来到法 我的师父 你亲者派我来 请你原谅 我向你唱 佛陀说我原谅 他结果就跟佛陀出家了 他被佛陀说 两句话就改了 改成 是佛了 不是姓其他教 所以你以前在他们怎么样 他们自作 自作于什么 自作于吃树 你就被这个树困住了 知道吗 那个谁啊 提佛大波 他分裂生华 是用什么理由来分裂 就是用吃树的理由来分裂生华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东西 把佛陀搞乱了 我们属于原谅 如果这个寺院是吃树 你不能做吃树 回到家里 你不一定要吃树 明白吗 你不要把吃树当成纪律 吃树不是修行的一部分 修行是在心 跟吃树有关系 如果你家里人不信佛 也不吃树 你不能够逼他的 你自己要属于原谅 可以吃肉片菜 如果你真的要制作吃树的话 你可以多吃树 没问题 所以这是叫做泥前栽的意思 如果我们来去八观栽戒 不上 我们也吃树 那就错了 那就错了 这叫泥前栽 八观栽戒 明白吗 因为泥前就是 他们制作一些仪式 一些佛所没有定的戒 所以叫泥前 泥干达 以前他的名字叫泥干达 以前在的时候 然后现在叫做 第三种叫做佛法灾 佛法灾 佛法灾就是说 我们依照佛所教导的好好学 正思维 正见正思维 修八观在一起 好好说 不杀生 我们不要杀生 那些东西都要杀 那么根据 这边就详细 这个文言文 比较难看 我去把意思解释给你们明白 灾经里面 灾经里面 灾经里面应该修五种东西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戒 念天 念佛 就是思念佛的十个名号 佛是如来 应奉 正等觉 明行主 善事 世间解 无善事 天人是佛是神 每一个名号有意思 如来 不来不去来 应供值得供养的 值得供养衣服 袈裟 食物 住的地方 生病给他药 或者带他去看医生 这叫应供 为什么他值得应供 因为他灌了烦恼 因为他不再回来轮回 所以基本运供 主要是正等觉 正等觉 正等觉 就是对四圣体 三双十二行 怎么说 你看我的手指 苦 苦应当之 苦已经之 苦疾 苦疾应当断 苦疾 苦的原因已经断 苦灭 苦灭应当正 烦恼断了就正过 苦灭已经正 苦灭到 苦灭到应当修 苦灭到已经修 已经把八正道修了 这叫正等觉 一个人 一个人如果把四圣体 三双十二行 透彻的话 那就是会解脖 那就是阿罗汉 如果他没得到定的话 他只是把柱子 就像虚魔来到 所活着跟他解释的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真正的一个阿罗汉 具体都是指 心解脖 跟会解脖 心解脖是指 心能够进入病 心能够进入 射界病 如射界病 能够把烦恼解除 所以叫心解脖 因为你进入病的话 就没烦恼 你处病之后 你也懂得怎么样解释烦恼 那么会解脖 都指通过关照 破除设法跟明法 你发现对设法 明法的错误看法 那就是会解脖 这种阿罗汉 叫做具体脖阿罗汉 那我们来修 八观在这些念佛 不是只是念根明字而已 北传目都是念佛 然后传目都是念佛 佛 mi 他只是念你以后 他不是念十个 所以我们籍也到了正等诀 明行足 就是他修行八正道 或者修行十个波罗面圆满 所以叫明行足 结果产生了明 上次日子从这个岸到那个岸 从这个轮回的这样一个岸 到达缅盘的另一个岸 世间解释者 佛罗伦路各米集是这世界一切的东西 什么是气世界 地水火风 山河大壁 太阳月亮 星球等等 宇宙 三千大千世界 这些气世界 然后这些有情世界 各种各样的众生 六道啊 三界啊 九种有情世界啊 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一个语 还是四个语 还是五个语 这叫有情世间 所以佛罗是世间解释 这些气世界是这样的情绪 圆满 无善是钓鱼章 无善是 天魔凡 对不对 外道跟沙门 佛罗门沙门 普通老百姓 国王跟普通老百姓 一切的众生之间他是最高的 无善是 调育将多 为什么 为什么他是最高的 他能够把脑调皮 而且能够调自己也能够调别人啊 怎么调别人 不管什么样的人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他都能够调谱 有智慧的像舍利佛 他能够通过他的一定就调谱舍利佛 他就很笨的 他也会这样 你把整个 金蛇烧干净 他就练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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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的真相 这叫觉悟 觉察是什么 觉察是什么里面的 你这个要不准备的念头 怎样来调度 觉察 觉悟跟觉察 至尊 至尊是你看所有的众生里面 他是最尊敬的 而不是那些什么弥迁者 那些外道 而不是那些他们所崇拜的 那些什么上帝啊什么神之类的 那些都还没有亲近你 那些都不是正本学人 为什么要我们去恭敬他 念法是什么 师圣提法正道 戒定会念法 念生是什么 正果的人 通过修行正果的正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的人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正果 明明在家居士也可以正啊 出家人也可以正啊 他到底属于是生 对不对 生并不是指 凭上加烧的是生 生是指 如果你好好依照 佛家的来正果 那就是生的 四双八倍 圣 是生的 念戒 念住你自己的戒 又要把戒给翻 念天 为什么他们去到天上做神仙 因为他们心中有爱 他肯施舍 他肯恭敬父母 他肯牺牲小我 帮助别人 常常帮助为别人着想 所以你这样做的话 你决定的生三天了 你在做生天的业 你死的做会生天 小小小小的事情都做了 自己先行从小小小的东西那边做 你自己小小小的东西都做了 我们慢慢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我们可以帮助很多别人的学法 你就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 这个就是生天的业 当然还有 其实我都会讲六念 他对摸花南讲 摸花南 那个佛王 就是加比劳魏国的佛王 后来问他说 释迦佛王 我做佛王 我说你天天念佛 念法 念生 念 解 念 天 念 思 护士 常常念你护士 他做佛王可以护士 他有这个本钱来护士 结果他就一直做 他死了就去到天上去 所以我们如果把八戒说好 我们能够俗成佛道 独不可自量 在六章里面提到 祭是为了防护 防护是为了免于后悔 免于后悔是为了得到喜悦 得到了喜悦之后就得到清安 你心就安静下来 你心安静下来 你心安静下来 你心都会很安乐 安乐是为了能够达到病 你心不安乐 就不能够达到病 你没有达到病的话 你就不会申请正知见 你如果没有正知见的话 你就不可能产生厌离 而愿离的是为了不要 被执着我们所爱的东西 我们爱的东西 我们不舍的 就是不愿离 如果我们能够愿离的话 我们就解脱了 你看动物怎么办 你就看外面动物怎么办 他们春天的时候交配一次 就剩下下一代就没有了 就不搞了 等到明年春天他再来搞一次 就再生一只小名出来 再生一只小马出来 我们人怎么会这样 好不好也可贵 绝对是这边出了问题 这个心里很久 因为你没有修行 你不是修 调伏这个心 结果你威宴离 你所要的东西 你一直爱那个东西 那你怎么能够成那个解脱 你能不能够成那个 淫义解脱 如果你不能够成淫义解脱 解脱的话 解脱的话 你不会增到三国 那你入入恨 你会增到阿罗阿罗阿罗 那更加不可能 对吗 如果你普通的 吃啊 睡啊 钱啊 都放不下的话 你增不了恶果 很简单的事情 钱要放下 吃也要放下 睡觉也要放下 这是什么基本的东西 这些如果做不到的话 恶果怎么办 除果可能会增到 明强可能会增到 恶果绝对增不到 更不要说三国 所以你想 由此可见 怎麽样得到解脱 怎麽样得到解脱 知见 怎麽样是 自己清静 完全是在自己这边修行的 对不对 看自己本书都没有用的 看了只是知识而已 你自己要修的 而修行就是这样 跟这家主义界 培养心 给它安静下来 这就是修行 这整个礼拜 我都是跟你们这样做的 我到处办长期 都是这样 我大注重 讲太多经文了 一两个解释 道理让你们明白就是 心中要想 你这个法要存在这心中 法不存在这书里 书里只是知识而已 你法 你学了就存在这心中 这是哪来用 那就是你的法 那就是无常的庙法 就是无智天书 道家所说的无智天书 就在里面 是为了解脱 解脱是为了得到解脱 知见 什麽叫解脱知见 哦身体不是我 那就解脱知见 他看见 是疲漏金骨 还不是解脱 看见地球火工 还不是解脱 他只是能够把烦恼断而已 等到看见身体下 从头看到鬼的时候 从头看到家的时候 啊原来是这样 这个身体不是我 解脱之间 也就是我 解脱之间 是为了完全 无取能心 不被地所绑住 不被色戒所绑住 不被无色戒所绑住 才能够出三戒啊 所以佛陀在另外一部 长部的大内凡经里面说 由戒身定 由定身会 由会而解脱 当然是这样说 前面这个是很详细的 这个 在律价里面 佛陀所帝 这个是很详细的 你们把这个 记住 要放入里 好了 这个八戒的内容 我刚才已经 早上传戒了 八戒的内容 就是一天一夜的戒 第二天早上 天一亮 那个戒就死了 所以我们要在天亮 没有天上面亮的戒就好戒 本来是不会这样 但是现在天亮很早 四点半就天亮 春天了 你们今天早上几点起身 四点 四点半很好 我四点就起身了 我就再等在床上 自己吸我自己东西 自己的 你排在床上就是持爱心 修念圣念处 看整个身体 是一个握的姿态 握的威仪 也可以修阿爸念处 因为要睡着就是 培养自己 不要给自己睡着 哪些睡着 温暖就睡前去 那么也可以看32身份 他在那边可以看32身份 这些都可以修 也可以修世界差别 如果你受了八关债 如果你要舍 舍掉八关债戒 你不必要追随 种族是比丘 比丘米 沙米 沙米 跟 啊 是叉默 就叫比丑 而舍战 你只要吃的时候 你跟一个人说 我今天 我现在 吃完这个 我就不要 守八关债戒 就在自己 所以很容易舍 不像 沙米 这个修明戒 如果他们要舍 找一个听得懂的人 或者出家中 跟他说三次 才能够舍 才可以舍回戒 这边下来就是 那个经文 这边经文 你看就是 南传的八关债戒经文 他是在给孤独员佛同 教出家中 他说 你们受这个八关债戒 八关债戒是反省 应该遵守的 那么 得到光荣 殊胜 火爆无量功德 是反省者 应该遵守的 就是出家中 全部要守八关债戒 再加上 一部的部署 做进你钱 才戒 那么 你看 反省者 阿罗汉 进行受 是指 身体坏了 命没有了 没有善 第一条件 第一条件 第二条件 没有偷 不偷别人的东西 第三条件 反省者 进行受 不错 不进行 不进行这边解释一下 大家听我在 上台的时候 也解释 那个句子有些问题 不进行 不进行是指 非反省 就是指 淫义的行为 因为是不干净的 你只要想想 夫妻如果在做演义的时候 是干净 还是 还是 是肮脏的 男众所流出来的那些也是 不干净 女众所流出来的也是不干净 都是不干净 而且都有很濃的味道 臭的味道 那结果孩子生在里面 就在那个 混一个尿之间在那边长大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 在那边几个月 天天都在闻那个尿跟粉的味道 夹在那个分尿之间 几个月就呈生出来 你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干净的 对不对 在第一阶的众生后 尤其说我们这些 我们跟动物 很明显的 我们的行为跟动物有点相似 就是 你只要看那些动物行临 就知道 尤其是你看狗行临 他根本没有羞恥心 大众在做 现在 外国人也有一些这样 大众在表演 其实没有那种 羞恥心 他不懂这个是不清净的 是不清净的 所以英诚佛罗说什么 他说这种营义 是 房夫人所做的 是村里面的人所做的 他说是 很低 低属的 就是很低 很属的 是那些村里面的人所做的东西 是下流是低属的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 如果我们只想 我们要怎样调剥 我们心中的 那个体力的能力 要调剥 调剥了之后 还是会犯的 还是会不小心犯 那怎么犯 出家中的话 我们如果犯的话 我们要唱歌 要找出家中 亲近的出家中唱歌 要找到时刻 而且要别住 自己一个人居然跟你自己好好视为自己所做的错事情 要别住 别住之后 一段时间他们认为你清净了才给你出来 你还要跟大众说 我犯了什么什么这个灵异的戒 跟大众唱的 他们就 决定你清净了才接受你出来的生活 这叫摩纳过 上面不用说这样 上面如果犯的话 自动舍戒 舍戒回家 我们比众如果 比众如果犯了字 手银的话 要这样做 就要摩纳过 如果犯了银翼的话 也是自动舍戒回家 佛罗的时代就有一个和尚 他这个放不下这个银翼 六次舍戒回家 去找他的妻子 去银翼 后来第六次他舍戒回家的时候 他跟阿娜婆舍戒回家的时候 他看见他的妻子 只想在房间里睡觉 手也开开 脚也开开 就以这边淋出口水来 头发乱乱 他说 哎呀 这个简直像死事一样 怎么我还会想这个东西 他说 结果 他一跑到门口 一看见这个就跑回头来 就跑到寺院去 他的妻子 一眼脚步伸起来 看见张夫 跑回来 他又很高兴 张夫一回来了 结果他突然间看见张夫一跑出去 跑回寺院去 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那个和尚又跑回来找阿娜婆 刚才我舍戒 现在我一起拿回家 阿娜婆说 你这个人很拿烦 六次了 不要不要你回去吧 结果婆婆知道 好吧 给他最后一次 机会 第七次 对我 就是零学 结果他那次 出家之后 就修正阿娜 因为他看见真相 这个淫义是一个 暗脏的 是仿佛之所为是笔俗下来的 他明白这个大文 很多 立章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们再修了说 密切思维这些 我们才能够断掉心中的能力 让它断得下来 因为这是身体的作用 怎么讲身体作用 是身体里面的荷衡的作用 直到你不能够控制自己 所以呢 我们自己要懂得 我们要犯下这些东西 为什么有个人 小孩子都没知道 阿罗汉 有一些和尚找一个证明 因为他犯下这个 他不再去想 他自己身体就很清净 第四个就是不万语 万语是讲骗话 你便相信你所说的骗话 他就是万语 这个万语里面的一般上来讲 严格来说有四个东西 万语 万语 恶口 其语 跟两色 我们如果说这些的话 都是属于万语 有一些人他很喜欢说万语 为什么 他的念头很快 有些人 他的念头很快 他一向你就说万语 他也不知道自己说万语 过后 他想 这句话 是天 因为 他虽然念头快 他没有正念 结果就很容易就说万语 恶口 其语 也是这样 如果你一直有空一直在跟着谈谈谈谈话 就没有正念 话说太多的人没有正念 没有正念的话就很容易其语 也容易 万语 所以一定要 实时保持沉默 不要说太多话 不要说太多 尽量 尤其是来 长久的话 大家在安静 所以这些话很多问题 第五条级就是喝酒 麻醉物 香烟 酒 全部都是麻醉物 毒品 甚至现在你们吃的那个 感冒的药 他白色的药 可以一片片的 我们 我们的英文叫 巴拉斯蒂摩 巴拉斯蒂摩吃了会麻醉的 吃了长片下去了会麻醉的 很多人吃不吃了他就飘飘了 就是呢 他们叫 Banantol 他的英文叫 Banantol 他就是巴拉斯蒂摩 做人家 他是种化学的荷成品 里面呢 他里面有麻醉物来的 他就是给你麻醉 给你去休息 不要想太多 这些都是麻醉物 加烟酒 这些都是出于麻醉物 避免 第六 一日 日中一时 吃 在一切来讲 其实是吃 日中一时 就是早餐都可以吃 吃 中午在午前吃 一餐 就是吃 十一点 十一点到一点 都吃 通常在南床喝酒 在十一点都吃 就是四吃 如果 一起和尚 饿的话 他十点半就开始吃 因为他早上去脱火的时候 放在那边就冷了 如果他有胃病的话 脱到中午的话 他先喝粥了 进他的粥了 胃就好 然后他就可以放四家食物放在那边 他中午就能吃 吃 吃点个手在那边吃 他是个人 所以 我们这里发光再接 我们早餐也吃 然后中午餐也吃 我们也能吃了两餐 他是日中一时的 一切了解 不唱歌 跳舞 听音乐 或者去看戏 以及 清静置心 故作 闻词 是 发漫 相熏 屠生 悟歌 也 相满 相满事 所以进行受 一日一夜 进一日一夜受辞 所以他每一条街都是一日一夜的 所以当天他们跟我说 阿公在这里可以 无限期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 阿公在这里要跟师父拿着自己拿 天天要拿着 一般条件 不坐卧 高管道床 只用了 遗传草性 这是经文里面讲的 南床的是南床的经文里面所说的 所以这个叫 八经 那你如果这个发 要这个发在自己手法的话 能得 光荣 俗胜 火炮 无量功能 这个是北纯的 北纯的八观灾经 给信息自己看 不过北纯的八观灾经 第七第八 吊转 所以我照牌 我不努力他 我只是给你住好 不好让你知道 你看 一例我就跑了第七 第八 看到没有 然后接下来是第七 这个位置掉了 修行法端在界 这些无可限量 东德无量 比如五大河水 流向海洋 横切 刚刚 或者 遥波如 雅雯 这些都是印度河的名字 或者 星头 撒拉布 或者 阿子拉波迪 这是佛陀界修行的地方 叫巴基拉瓦底 阿子拉波迪 还有 摩西 摩西 河 这些水都流向海 还流出了一个不可限量 所有的水 所有的瓶子里面的水 百瓶千瓶万瓶 的水 都没有 发光 在界的水 这么多 都不可限量 半戒 我们就要考虑自己 我们如何半戒 什么情况之下半戒 你的起心动力 所以 佛陀说 心是先导 心是主 主人 所以心里面所想的 你会做的话 就半戒 如果你 恶行为 恶语言 恶的身形 虎必跟随你 好像伦子跟随着 野兽的脚一样 好像伦子跟随着 明明的脚 马的脚一样 所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各随 各人所做的 业恶能报 所以 我们慈戒 慈戒的话 我们是一个慈戒波罗密 以思为主要因素 思就是思念 心思 心的念 这思里面呢 有包括三种离 就是离于身的恶行 离于 的恶行 跟离于邪戒 没有看 没有撑 没有吃 有念 那么 有慧 精进 这些都是 属于心所来的 所以借着向 是防范 防护我们自己 生理意义 导向 三种 作用就是防范 陷起就是 我们的生理意义是清净的 所以当一个人 一个智者 一个修行人 审查 检查自己戒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戒清净 他知道他的生理也清净 他的因是因为 他常常 半戒的时候 忏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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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两个主要有意义 就是一个是常 就是怕做坏事 悔就是怕做恶 去到恶到处 才会怕 那些人不怕因果的人 就是他没有常悔心 随随便面就放戒了 心中没有正念 因为他的念没有提来 而且又没有常悔心 结果就一直放戒 刚才已经解释前面了 他前面五条是世界的罪 是犯世界的罪 被世人所谴责 后面三条是学戒 巴拿迪瓦加 学戒 如果破后面三条戒的话 如果 有心破的话 如果你没有心情破的话 没有什么就怕 所以学戒是 学性戒 就好像比丘戒 我们比丘戒也有学戒 学戒有几十条 六七十条 学戒之中 比如说好像 说法 我们必须只能够跟男众说 如果跟女众说 只能够说四句 眼睛 耳朵 鼻子 身头 身腻 这是一句 眼睛所产生的眼是 耳朵 鼻子 身是 身是 医生 这是两句 眼睛 所生的四字后 所产生的瘦 眼里面的瘦有骨瘦 热瘦 不吐骨热瘦 所骑的瘦也有骨瘦 热瘦 不吐骨热瘦 鼻子 舌头 身体 跟一 都一样 那就上句 对不对 瘦之后产生爱 你去解释 这样就是四句 你去解释了 眼睛不能够再说 你就停止了 如果要再说的话 他再问 你就如果再问 又可以再解释自己 如果没有的话 要有一个 拿重陪众 就可以解释 没有限制的时候 解释 如果是你就要来问 我们就能够解释四句 这是 不一定的 我们的戒律 这个是叫学纪 这个是叫学纪 我们要学的 学纪里面 这个是对女众 不是说学纪 这个是对女众的 规定是要这样做 但是 学纪来讲 比如说 你们来听法 不能戴帽子 不能穿鞋子 不能够躺着 不能够背靠着椅子 知道吗 不能够以不空静的心 来听法 这样的话 我看见的话 我就要 跟你提醒 摆帽子 学纪 这是属于学纪 学纪 我们是学纪 这有目的 不能够拿着武器进来 不能够站坐 不能够你坐在高坐 我坐在低坐 我跟你说法 要我坐在高坐 你坐在低坐 因为是空静法 如果我 坐在低坐 我就不要跟你说 不要跟你说 你简简单 你坐 没有法子 所以这要学纪 我们要学 不是说一定要守 可以 谁要守 是空静 这都是属于学纪的 比如说上厕所 上厕所小别 不能够站住 要坐下来 还是蹲下来 但是从尿气的来不及了 就没办法去站住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去外头 尤其在路上跑 你们曾经跟着过 你们看见 我去到外头 小便在路边 我就蹲下去 我不可能站着小便 车叫 跑过去 看见 那这么难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追踪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追踪下去 不可以让人家看见 他们不懂在做什么 怎么一个人坐在路边 他也不能做什么 如果站着的话 人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也是学界的 我们学界 犯界的话 就是有心 破界 心里面不小心 心里面对界不恭敬 这个是破界 如果人家破界的心 没有故意去犯的话 没有 这个罪言 这也是破界的 我前面五条 会给你带来二个罪 后面的三条 也有 他是亲的 亲的二罪 一般上 简单的那个内容 大概这样就介绍了 八条戒 所以这就是那小细的内容 你们也帮我 讲到次数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就说到 戒离婚 这边你提到怎么样传授戒离人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讲 吃好戒离 你家的功能 就是得到大财富 所以因此我给你们念 直接给你得到财富 实际会使你安乐 实际会使你见来到达面 财富是什么财富 能够得到文化 能够得到思维 文会 知道吗 因为你持了戒 你能够遇到 听到佛法 遇到佛法 能够听到佛法 就能思维 思维去有文会 然后就能够通过文会去修行 能够得到大财富 能够有好名声 促众无畏 使得受不疑乱 命中生天 那么根据 大财富在这里面所说的各种南北川的经典所记的 会归纳为以下十点 不为多在恶高 一个人持戒的话不为多在恶高 所以佛陀对于这个维撒戒 就是 幽婆丽 堕舍戒 也叫维撒戒 里面说 佛告 堕舍戒 佛阵灾法有八戒 使人度思到不够多三恶处 所生的处 产有福佑 人所出生的地方 有保佑 得到福报 并非是从 所发解而得到 不会去到鬼道 地狱道 更出生了 第二有好名声 有好名声 人人知道你这个人 正直 不是会做坏事 这样就有好名声 第三 相貌观神 你会找到相貌观神 不会 长得丑陋 一四 无厌不活 你心中有什么愿望你能够得到 为什么是因为你结婚而拜了 第五命终升天 你不去到天上 如果你没有做坏事 是不是会做坏事 是不是会做坏事 你不去到天上 一六 财务争争 你说 你的财务会增加 不会减选 第七 第七 众人敬爱 那些跟人在一起的人 要被恭敬 知道你这个人是所见 与主得的可能 第八 身见长寿 就是你健康 你没有喝酒吗 没有吸毒吗 不抽烟吗 你怎么可能会犯 得到那种 那些喝酒吸烟的人 对你不可能 对不对 你也懂得 手法官在这 晚上又不吃 结果你不会 乱吃东西 饮食质量 所以身体健康承受 那么第九 诸根调水 你懂得把世界 换成心不形 总得就阿巴尼 精心 结果你的身体就调水 严而 必舍生分 就能调活 必舍 得 无量 这是刚才起前面所说的 海水 我们拿传你的经 也是这样念 我们念 你所到的功德 就好像 合理的水 无一项海洋 像海洋的水 一般不可及的人 我们常常都是念这样 可以语 我们念给 师主祝福的时候 我们必须念这一句 就是像合理的水 无一项海洋 愿你所到的功德 像海水一般的 无可及的人 这就是 阿巴尼小吉 阿杰约会的 如果没有 我们请回向功德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导向诸露尽 导向诸露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为正天白源 为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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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向诸有情 愿诸有情众 愿诸有情众 而且会生起很多的杂念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怎么办 站起来 去外头 一口 一口那个冷 空气 你就精神 再跑回来 精神地坐下去 如果还是坐在这边 还是吞声的话 去洗手间 洗一个脸在里 不要抽烟 不要抽烟 你如果抽烟的话 他对你这个暗门没有帮助 你修不到东西 而且你如果抽烟 你再跑进来的话 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团境里面的空气 所以要控制自己 不要抽烟 那么 如果 你要修暗门的话 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要从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就是要把身体调好 你的身体一定要正直 脚要弹起来 在当盘 身体要只有两个是这个 脚要弹起来 然后你的手 左手在下边 右肘在上边 然后放在你的肚子的前面 放在你的脚上 然后你做好这个之后 你的舌头 顶住上面的门牙 上面的门牙 屋屋 然后你的眼睛就往下看 眼皮就盖起来 做了这个工作都做完了之后 你还要怎么样 还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姿态 看看是不是直 你看我再调 现在直了 这个是直了 我直直知道 这样是最直的 正在调好了之后 你就开始 这时候就开始训练你的心了 用什么东西来训练你的心 就是用这个呼吸来训练你的心 因为这个呼吸非常地细 非常的冷 所以 我们在通过观察呼吸的时候 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华多所教的只有四个步骤 第一 跟着入息 跟着出息 你撕一下 要是你找不到入息跟出去的话 你直接做 嘴巴丢起来 然后你把气呼出来 你就知道这边气在这边烧烧的了 你就找到入息 然后你再把嘴巴翻正成了 跟着入息跟出息就知道了 对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入息跟出息 第二种 第二个步骤 华多所教的就是 长短期 长还是短 你要分辨 长还是短期 怎么样呢 再盖回眼睛 你就数 从你第一秒开始入息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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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秒 然后你开始出息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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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秒 你就知道了 入息跟出息是 各为五秒 如果是五秒呢 是属于 短期 怎么样呢 算长期 那就要超过大概十秒 对 对 所以你记得关心自己一阵子 大家一起关心 我们要是五秒 这个是五秒 入息是五秒 出息也是五秒 但是你不能够马上给它延长到十秒 所以你不需要做一些事情 呼吸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肺肺在膨胀收缩 身体肚子也在膨胀收缩 还是五秒 所以不要紧 你不能够马上延长到十秒 所以你发现你现在的肺是属于大肺 就可以了 你明白这两个步骤之后 你去做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叫全肺 全肺就是整个的入肺跟初肺 就叫全肺 那你就跟着他 一个入肺跟一个初肺算一个肺 第二个入肺跟初肺算第二个肺 第三个步骤跟初肺算第三个行脚一直算 算到五十为止 第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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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一 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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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